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视频咱们是带来消防车啊 也是本期通行证的新车 那么因为前段时间我扬了嘛 所以说一直没有更新啊 嗓子的话没有完全好 那这几期解说的话 声音我也不会特别大 那这个消防车的话是辆领跑车 强度的话呢一般般啊 娱乐车 但这个车最大的特点的话 就高概率防御蚊子 普通水炸弹以及自爆水炸弹 这点很不错 如果这个车比较多的话 那海德拉其实就比较难处理 因为它高概率防御自爆嘛 对吧 那这里的话呢 咱们的话目前是第三啊 手里有个水炸弹 而且这个车的话呢 这个高速水流的话 其实也不错啊 它这个高速水流的话 就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个水地雷之类的东西吧 目前陈老师是领跑 释放香蕉皮和云木百分百 给你这个高速水流 然后被人家用磁铁 或黄金磁铁锡的话 也可以高概率 随机拿到黄金氮气 以及高速水流 那最好在这里放 那这里放高速水流 如果他们要走近到的话 就必须踩我这个高速水流啊 刚才的话 这个车也是防御这个水炸弹啊 那目前的话 陈老师依旧是领跑 放出香蕉皮啊 这里的话 咱们再放出高速水流啊 哎呀 被路上撞了一下 那我搭配的宠物正好是小海蛇 你看可以放出地雷啊 等于说后面 对后面的话是双干扰 目前的话 手里有两个护盾 那么咱们护盾先守住第一个 哎呀 又是闪电 又是闪电 后面这个龙车 大家可以看到直接是冲了上来啊 那么的话 领跑的话是被他拿走了 但是问题不大 放出蚊子 看一下 这里的话 双吃 飞碟去干扰一下 水炸弹 这里陈老师有个失误啊 我选择走远道啊 有个失误 这边的话又有个手 直接复位啊 看一下 但这里的话 吃到一个水炸弹 水炸弹的话 这里的话是命中 非常的漂亮 非常关键 直接是 前面两个人都被我命中 这里的话又放出地雷 我此时此刻 多么希望后面人吸我一下 刚说完啊 吸我的话 就会给我随机给我黄金氮气 或者高速水流啊 也可以有可能两个通人拿到 这的话 我文字去打一下这个第一名 第一名目前应该是龙车啊 那咱们这个黄金氮气 直接往前冲啊 因为落后的比较多 看一下这个 前面这个龙车的话 是被飞碟干扰 最后一个弯道非常的关键 nice 第一名啊 这一波我也是没有想到啊 这个车其实搭配一个 领跑的宠物的话 其实娱乐玩玩还行啊 只要海德拉不是太多的话 还能打这个车 好吧 全场的第一啊 搭配小海蛇 这个宠物会更爽啊 好吧 看一下啊 那我主要最近段位赛 没有打 没怎么打 那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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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